繼續來到高雄 有兩間餐廳 都放蛋糕 都不怕人吃 不怪這個行李搶搶滾 一間是一大碗放到圓圓圓 都是蛤蟆 另外一間 蔥仔煮是桌到圓圓出來的拉麵 就是愛吃這麵 高雄這間日式的麵店 推出一顆粒的味心 蔥仔浮在 在骨骼的湯頭面上 麵跟湯在骨骼上 都是甜甜的蔥仔 這種滋味讓人吃得很難忘 我們就覺得這個店家 真的是誠意滿滿 沖好多 本來吃麵 主角是麵 現在變成蔥仔 雷蘇的味道 高雄是越來越熱門 要有這間南京聽風的 可以來測試看 蛤蟆太多火鍋店 想要走出自己的路 一直看要怎麼發揮創意 途中這些海味 全部放入火鍋來 吃一口蛤蟆 再喝一口湯 感受湯頭裡面蛤蟆的情緒 很鮮甜 光看了視覺上的就很滿足 現在開餐廳 除了東西好吃 還要有創意 人家愛吃的東西 不用客氣 放棚本就放進去 公司 買主人會有消費請來告關 東廢